有方法1跟方法2 不過我發現的話 方法1只要改動這個地方就好了 其他不用變動 那方法2的話又要變這裡 另外還要變這裡 然後變這裡的話呢 規則其實有點複雜 所以我建議啦 乾脆你剛剛用方法1算了 OK 這第一個啦 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像這個題目 其實也是 那個證照考試裡面的題目 所以如果說你們對那個將來 都要準備什麼題目 平常要練習的話 我推薦你們可以拿一些題目來練習 那這個題目的話呢 我在雲端上有放 雲端白板上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 Python3的證照考試 那 雲端裡面Python3的證照考試 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找到第4類 第4類裡面的話 在第4類裡面的是 應該第幾題啊 你看406剛好就是 BMI 有沒有 那408就是基偶數 計算 其實跟我們列結有點像 那410 410有沒有看到 410就是 繪製等要三角形 然後 這個需求是這樣 輸入7 假設輸入7的話 那就是要 做出 1到7的那個 等要三角形 那其實喔 邏輯跟我們剛剛起 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喔如果你想要 只是差別是需要讓使用者多一個輸入的地方 我們現在是13對不對 那以後的話你可以讓人家輸入 可以以後去變動說 到底他輸入 哪個數字 然後他最後的 底下那個星號 就是幾個就對了 比如說7個的話 應該跟這樣 應該是7列才對 12345 7列就對了 OK 所以喔如果說我今天想要改寫的話 甚至你可以開個新的module 然後呢把剛剛這個 方法1的這個 程式喔把它複製先貼過來 把這個上面先deletele的掉貼上 那實際上呢再修改一下 如果你將來喔需要輸入7 得到7列的這個星號的話 那 那基本上的話你只要 再修改剛剛的程式的 幾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呢就是列數 我們現在預設是14嘛 所以呢我們應該讓他先 因為他的題目 假設以後你們才會了解這個題目的話 他的 輸入7嘛 所以必須要讓他給 一個輸入的地方 輸入的地方的話就在 第一行的地方 Enter 多加個 A好了 A等Input Input 特別是小瓜糊就好了 那這個考試喔 他沒有說 要你輸入什麼 請輸入 列數 請輸入一個數字 不用啦 他裡面就是空的 那記得呢 讓他輸入完之後呢 一定要轉型為int 因為呢我們列數的話 一定要是個整數 OK 然後再來把這個A怎麼樣 怎麼樣 放到這個range 應該是這個數字 跟這個數字要變更 那這個13的話把它改成A啦 那14的話改成什麼 A加1就好了嘛 OK 好 就這樣子 所以喔 這個第四類的那個證照考試喔 如果 假如說你 參加證照考試他如果出這一題的話 你只要寫這樣子 基本上得分的啦 我們來看一下喔 知情 假設輸入7的話 Enter 剛好就是 1到7列 的直角三角形 如果今天輸入什麼 輸入13的話 這邊輸入13 Enter 他就輸入13個 有沒有 OK 所以喔 這一題喔 如果假設你要想要練習那個證照考試的第四類的 410的話 其實喔 就可以拿剛剛的題目來變更一下 這個變到這裡來 那最後當然你這個這個最後的 Python的名 這個檔案名稱我把它存檔 這個叫 A 410好了 410好了 先講是410 那其實差別就是喔 多增加一個input 把它轉成整數 第二的話呢 把這裡面本來是 3-i 把它改成 a-i 然後呢 本來是14的話呢 把它改成 A加1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這個題目啦 很多其實跟那個證照考試的這個考試題目 其實有點雷同啦 我是覺得如果以後 你想要一舉兩得的話 比如說你練習完那個證照考試題目 又可以一邊練習 然後一邊如果將來如果你想要去哪個證照的話 那也可以怎麼把這個題目練熟 你去報名參加考試 那不就 一魚兩吃了嗎 是最好的 OK 不然的話如果你沒有方向 那大家順便介紹一下這個這個證照考試的話 你其實可以 關鍵字打那個TQC plus PLUS TQC plus 那這個 網站 就出現了 這個是 叫財團法人的電腦技能基金會 它有辦的啦 那它裡面證照一螺框 裡面認證 內容裡面的認證科目 其中的話跟Python有關的其實還蠻多 這相關這一堆啦 還有什麼autocad啦等等的 其中有關Python的話在這裡 其實主要有四張啦 第一張的話是最基本的 這個 基礎的 程式語言 第2張是程式語言 第3張是 網頁 資料解取分 以及網路爬蟲 爬蟲之後的話呢 做報表 做報表之後在 圖表輸出 有沒有 就是類似像 等於爬蟲的 然後第4張就是這個 這個AI的機器學習 OK所以其實你的路徑那是 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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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如果 想要拿這4張 證照的話 那其實已經算蠻厲害的 OK 我們現在講的 其實就是這個 基礎程式語言的部分 那它跟程式語言有什麼差別 跟各位講喔 這個基礎程式語言 就是1到5類的題目 我們剛剛練習是第4類對不對 那 這個程式語言是1到9類 那它的1到5類 其實就指的這個 這個啦 所以其實基礎 程式語言考的就是1到5類 那程式語言的話就是1到9類 那它的前面的1到5類都是一樣的東西啦 所以如果當然喔 我是推薦喔 我是建議你 你如果準備的話 準備這個啦 1到9類 準備好再一起去 考試喔 至於裡面到底裡面考什麼 你可以點擊開來 裡面的話就是 1到9類 有沒有它這邊有9題嘛 1到9類 那9類裡面的話呢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包含什麼呢 1到5類就這些啦 基礎的程式設計 其實我們現在講的是 選擇敘述的邏輯 回圈 就是 我們現在是回圈 那進階的話就是把123綜合起來 所以我們剛剛第4類410的話 其實就是 把前面綜合之後的東西 那第5類就方選 後面還有什麼 串列 這個我們都會講到 然後還有什麼 自串的運作 這個自串我們現在有用到 檔案跟異常處理 大概會是9類 那它的考試時間的話 大概就是100分鐘吧 大概99題 那費用的話是1500塊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這邊有考生服務嘛 你就是 自己在這裡面什麼 報名 上面其實有一些考場 如果你把這題目準備好的話 其實就可以 大概跟各位 順便講一下 因為這個我覺得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有另外一個方向 那我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雲端上面的這邊 稱讚考試的 然後 裡面的話是第4類 剛剛410的題目 那至於其他題目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也不妨可以練習看看 比如說還有哪一些題目 像那個第4 406的 BMI計算 其實這個我們有講過類似的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呢 還有像這一題我覺得還也蠻有趣的 404的話 數字反轉判斷 什麼叫數字反轉判斷 意思說如果今天輸入什麼 31283 他要能夠顛倒過來變成什麼 38213 把他顛倒的輸出 OK 如果今天輸入一串數字喔 他能夠幫我顛倒過來輸出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想想看 另外的話還有像這個BM 其他還有像什麼 這個啦 408 其實我們之前也做過類似的喔 他叫 G偶數 個數計算 那意思是說他輸入 10個數字 10個整數有沒有 然後計算說裡面有幾個G數 幾個偶數 也就是說這一串 假如說 我輸入69 然後48 19 一直輸入 把這些輸入完之後 那輸出結果呢 就是幫他 把偶數有幾個 G數有幾個 分別做輸出 那這樣怎麼做 OK喔 反正就是 將來正道考試 其實他只有考10做題 他沒有選擇題 然後9類的話 他裡面呢 就預先把題目告訴你 等於是一類有10題就對了 你就把10題 每一題就練熟 練熟之後的話 他會從10題裡面抽1題來考你 而且基本上印象中 題目應該都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把他練熟去考試 然後呢 只要70分就及格 然後1到9類的話 特別說 總共9題嘛 那理論上1題10分嘛 可是有一類是20分 哪一類呢 第4類是20分 也就是我們現在做的嘛 第4類 他是20分 那你只要再拿個20再拿50 就是也就是要 裡面呢 每一題10分嘛 除了第4類是20分之外 也就是你其他呢 再拿個 5題 總共6題 總共6題 對你就做6題就通過了 也就是說你70分也是 有沒有 拿到證照 你100分呢也是拿到證照 就看個 你如果覺得自己想要把 分數拿100分 那就把他全部做完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就拿到證照 就70分就OK了 也就是說其實 不見得媒體都一定要會啦 OK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剛剛講的 TQC 這個叫Plus 所以你只要打 關鍵字TQCPlus就可以了 裡面的話就是認證 認證 認證科目 裡面因為他最近出了還蠻多張的 那個Python相關證照 我是覺得他題目設計的 倒也 我覺得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 一般練習 或者是說呢 你想要再增加自己的實力的話 其實倒也 不失為一個還不錯的 一個考試啦 OK 老師他需要從基礎程式開始考慶嗎 不用不用 他這個就是你自己挑 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要拿一個 有Python上面有Python的證照的話 那你希望簡單一點的話 你就考這個就好 但如果你想說 反正既然考了 就把他考到一個 前面沒有兩個字基礎的話 那你就考這個 就看個人啦 OK 那如果CP值來看的話 當然是這個比較CP值高 因為你既然都 報名了嘛 那繳的費用是一樣的 那當然證照是不一樣 如果內行人一看 你考的這比較簡單啦 雖然你會 但你其實會的也不夠深嘛 但如果說 假如說不是內行 像 很多企業裡面的HR 對這個都完全不了解 他哪會知道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如果你只是要拿一個 Python 你說我有Python證照 他一看 對 真的有Python證照 如果你只是想要拿證照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選這一個 但如果你想要真的給自己挑戰的話 那你可以拿這一個 所以其實當然我比較建議啦 如果以那個學習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可以是第一個 這個可以是第二個 這個可以是第三個 OK 那目前呢 這個跟這個我都有去考過 那這個因為最近才推出來的 所以我預計我大概寒假的時候 我會去去考這張證照 OK 所以這個也許可以把它擠 有點像那個 有點像那個抓寶一樣 我已經抓到這個 再抓這個 這個也把它抓到 那當然就可以擠滿了 OK 那所以請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地方了解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接著繼續來看那個回圈 後面的話呢 就接著來看我剛剛壞回圈的 那什麼叫壞回圈 其實 它跟4回圈最大的差別 其實跟這個第四類裡面 講的有點 差不多 有相關連性 像那個 證照考試第402 它這邊一定會跟你講說不定數 那有些是定數 像剛剛一定是10個字的話 所以如果不定數的話 理論上就是要叫你用壞回圈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說 你的範圍 有沒有 那你就不能用4回圈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的話 有固定的範圍的話 那你就是用4回圈 OK 先試一下 我不是說 蠻好 還好 我不是說 好 好 我不是說